第二十二回惠蓮耳偷妻蒙爱春梅姐正色贤邪词曰 今宵何夕 月痕出照 等闲间一见尤南 平白地两边凑巧 向灯前见他 向灯前见他 疑似梦中来到 何曾心料 他怕人瞧 惊脸耳红海白 热心耳火酿烧 话说次日 有无大镜子 杨姑娘 攀老老重堂客 因来与梦玉楼做生日 月娘都留在后厅饮酒 其中惹出一件事儿 那来望尔 因他媳妇劳病死了 月娘心又与他娶了一房媳妇 乃是卖棺材送人的女儿 也名换金莲 当先卖在蔡通盘家房里使唤 后因坏了事出来 嫁与厨艺蒋葱为妻 这蒋葱常在西门庆家答应 来望尔早晚到蒋葱家叫他去 看见这个老婆 两个吃酒瓜盐 就把这个老婆刮上了 一日 不想这蒋葱因和一般厨艺分才不均 酒醉私打 动起刀杖来 把蒋葱戳死在地 那人便月墙逃走了 老婆央来望尔对西门庆说了 替他拿铁二县礼和县城说 插人捉住正犯 问成死罪 抵了蒋葱命 后来 来望尔轰月娘 只说是小人家媳妇儿 会作真旨 月娘使了五两 银子 两套衣服 四匹青红布 并沾环之类 娶与她为妻 月娘因她叫金莲 不好称呼 岁改名为惠莲 这个妇人小金莲两岁 今年二十四岁 生得白净 身子而不肥不瘦 模样而不短不长 比金莲脚还小些儿 姓明敏 善机辩 会装饰 就是朝汉子的班头 坏家风的领袖 若说他底的本事 他也曾 协以门而立 人来侧目随 脱腮并咬指 无故整衣上 坐立平咬腿 无人屈畅低 开窗推护友 停针不语时 为颜先玉孝 必定与 人思 出来时 同众媳妇上造 还没什么装饰 后过了个月有余 因看见玉楼 金莲打扮 他便把标的祭奠得高高的 头发疏得虚隆隆的 水标盖描得长长的 在上边递茶递水 被西门庆梭在眼里 一日 设了条计策 叫来望而压了五百两银子 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 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 往回也有半年七成 从十一月半头 搭在汉路车上起身去了 西门庆安心早晚要调戏他这老婆 不期到此正值梦遇楼生日 月娘合众堂客 在后厅吃酒 西门庆那日没往那去 月娘吩咐御霄 房中另放桌儿 打发酒菜你爹吃 西门庆因打莲内 看见惠莲身上穿着红绸对金袄 子眷裙子 在席上针酒 问玉霄道 那个是新取的来望儿的媳妇子慧莲 怎的红袄配着子裙子 怪模怪样 到明日对你娘说 另与她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 玉霄道 这子裙子 还是问我借的 说着就罢了 须于 过了御楼生日 一日 月娘往对门桥大户家吃酒去了 约后赏十分 西门庆从外来家 已有酒了 走到宜门守 这会连正往外走 两个状各满怀 西门庆便一手搂过脖子来 就亲了个嘴 口中南南娜娜说道 我的耳 你若依了我 头面衣服 随你捡着用 那妇人一声耳眉眼语 推开西门庆手 一直往前走了 西门庆归到上房 叫玉霄送了一匹蓝段子到她屋里 如此这般对她说 爹昨日见你穿着红袄 配着子裙子 怪模怪样的不好看 才拿了这匹段子 使我送于你 教你做裙子穿 这会连开看 却是一匹翠蓝间四季团花喜相逢段 子 说道 我做出来 娘见了问怎了 玉霄道 爹道明日还对娘说 你放心 爹说来 你若依了这件事 随你要甚么 爹与你买 今日赶娘不在家 要和你会会儿 你心下如何 那妇人听了 微笑不言 应问 爹多暂时分来 我好在屋里伺候 玉霄道 爹说小丝们看着 不好进你屋里来的 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儿里 那里无人 堪咳一会 老婆道 只怕五娘 六娘知道了 不好意思的 玉霄道 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里下棋 你去不妨是 当下约会已定 玉霄走来回西门庆说话 两个都往山子底下城市 玉霄在门首与他官风 正是 结代色已战 触手心欲芒 那时罗群内 销魂别有香 不想今年 玉霄都在李平儿房里下棋 只见小丸来请玉霄 说 爹来家了 三人就散了 玉霄回后边去了 今年走到房中 晕了脸 一往后边来 走入一门 只见小玉立在上房门首 金莲问 你爹在屋里 小玉摇手耳 往前指 金莲就知其意 走到前边山子脚门首 只见玉霄拦着门 金莲只猜玉霄和西门庆在此私匣 便顶进去 玉霄慌了 说道 五娘修进去 爹在里头有勾当力 金莲骂道 怪狗肉 我又怕你爹了 不由分说 进入花园里来 各处寻了一遍 走到藏春雾山子洞儿里 只见他两个人在里面 才了事 妇人听见有人来 莲芒系上裙子往外走 看见金莲 把脸通红了 金莲问道 贼臭肉 你在这里做甚么 惠莲道 我来叫化童儿 说着 一溜烟走了 金莲进来 看见西门庆在里边戏库 子 骂道 贼没廉耻的祸 你和奴才淫妇大白日里在这里 端地干这勾当儿 刚才我打与淫妇两个耳瓜子才好 不想他往外走了 原来你就是化童儿 他来寻你 你与我识说 和这淫妇偷了几遭 若不识说 等住回大姐姐来家 看我说不说 我若不把奴才淫妇连打得杖珠 也不算 俺们闲得生患在这里 你也来插上一把子 老娘眼里却放不过 西门庆笑道 怪小淫妇儿 悄悄而罢 休要嚷的人知道 我时对你说 如此这般 连今日才第一遭 双引号 金莲道 一遭二遭 我不信 你既要这奴才淫妇 两个蛮神黄鬼弄刺子儿 我打听出来 羞怪了 我却和你们答话 那西门庆笑的出去了 金莲道后边 听见众丫头们说 爹来家 使玉销手经裹着一匹蓝段子往前边去 不知与谁 金莲就知是与惠莲的 对玉楼也不提起此事 这妇人每日在那边 或替他造汤饭 或替他做真指斜角 或跟着李平儿下棋 长贼乖屈赴金莲 被西门庆壮在一处 无人 教他两个狗和 徒汉子喜欢 惠莲自从和西 门庆私通之后 背地与他衣服 首饰 香茶之类不算 只银子成两夹带在身边 在门首买花脆腌脂 渐渐显露 打扮得比往日不同 西门庆又对月娘说 他做的好汤水 不教他上大灶 只教他和玉霄两个 在月娘房里后边小灶上 砖炖茶水 整理菜书 打发月娘房里吃饭 与月娘做真指 不必戏说 看官听说 凡家主 妾不可与奴仆 并家人之父苟且私侠 久后避紊乱上下 妾弄奸妻 败坏风俗 待不可至 一日 腊月初八日 西门庆早起 约下印 伯爵 与大街坊上推官家送病 教小司马也备下两匹 等伯爵白不见到 一面李明来了 西门庆就在大厅上围炉座的 交春梅 玉霄 蓝香 迎春一般儿四个 都打扮出来 看着李明直播 叫眼他弹唱 女婿陈静记 在旁陪着说话 正唱三弄梅花 还未了 只见伯爵来 应保夹着沾包进门 那春梅等四个就要往后走 被西门庆喝住 说道 左右指示你应二爹 都来见见罢 躲怎的 与伯爵两个相见作依 才带坐下 西门庆令四个过来 雨应 二爹磕头 那春梅等朝上磕头下去 荒得伯爵还诺不迭 夸道 谁四哥有福 出落的嫩四个好姐姐 水葱儿的一般 一个赛一个 却怎生好 你应二爹今日束手 簇簧簇急 没曾带的什么在身边 改日送烟之前来罢 春梅等四人 见了李去了 陈静记向前作依 一同坐下 西门庆道 你如何今日这咱才来 英伯爵道 不好告诉你的 大小女病了一相 近日才好些 房下记挂着 今日接了他家来散心住两日 乱着 玄教英宝叫了教子 买了些东西在家 我才来了 西门庆道 教我只顾等着你 咱吃了粥 好去了 随即吩咐后边看粥来吃 只见李明 见伯爵打了半跪 伯爵道 李日新 一向不见你 李明道 小的有 连日小的在北边徐公公那里 答应来 说着 小丝放桌儿 拿粥来吃 西门庆陪应伯爵 陈静记吃了 就拿小银中筛精华酒 每人吃了三杯 狐里还剩下上半壶酒 吩咐化童儿 连桌儿抬去乡房内 与李明吃 就穿衣服起身 同伯爵并马而行 与上推官送并 去了 只落下李明在西乡房 吃壁酒饭 欲销和蓝香众人 打发西门庆出了门 在乡房内撕乱 完成一块 一回 都网队过东乡房西门大姐房李国混去了 只落下春梅一个 和李明在这边叫眼琵琶 李明也有酒了 春梅袖口子宽 把手兜住了 李明把他手拿起 略暗中了些 被春梅怪叫起来 骂道 好贼旺巴 你怎的粘我的手 调戏我 贼少死的旺巴 你还不知道我是水里 一日好酒好肉 月发养活的你这旺巴圣灵儿出来了 平白粘我的手来了 贼旺巴 你错下这个敲绝了 你问生儿去 我手里你来弄鬼 爹来家等我说了 把你这贼旺巴 一条棍碾的离门离户 没你这旺巴 学不成唱了 丑本司三院寻不出旺巴来 绝臭了你这旺巴了 被他牵旺巴 万旺巴 骂得李明拿着衣服 往外走不迭 正是 两手劈开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门 当下春梅气狠狠 直骂进后边来 今年正和梦玉楼 李平儿并送慧莲 在房里下棋 只听见春梅从外骂将来 今年便问道 贼小肉儿 你骂谁里 谁 惹你来 春梅道 情知是谁 颇奈李明那旺巴 爹林去 好意吩咐小思 留下一桌菜 并经你周儿与他吃 也有欲削他们 你推我 我打你 完成一块 对着旺巴 呲牙鹿嘴的 狂的有些者儿也怎的 玩了一回 都往大姐那边去了 旺巴见无人 尽力把我手上碾一下 吃得醉醉的 看着我痴痴呆笑 那旺巴见我吆喝骂起来 他就夹着衣裳往外走了 刚才打雨 贼旺巴两个儿瓜子才好 贼旺巴 你也看个人儿行事 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斜皮行货 教你这 个旺巴在我手里弄鬼 我把旺巴连打绿了 金连道 怪小肉儿 学不学没要紧 把脸气得黄黄的 等爹来家说了 把贼旺巴连了去就是了 那里紧等着工畅赚钱力 怎的叫旺巴调戏我这丫头 我知道贼旺巴叶罐子满了 春梅道 他就倒运 卓亮二娘的兄弟 那怕他 二娘莫不携仇打我五棍儿 宋慧连道 论起来 你是乐公 在人家叫唱 也不该调戏良人家女子 照顾你一个钱 也是养生父母 修说一日三茶六饭 二服侍者 金连道 服 侍者 林了还要钱而去了 暗月儿 一个月与他五两银子 贼旺巴 错上了坟 你问生家里这些小丝门 那个敢望着他呲牙笑一笑儿 掉个嘴儿 欲喜欢骂两句 若不欢喜 拉倒他主子跟前就是打 贼旺巴 造化低 你惹他生姜 你还没曾经着他腊手 音像春梅道 没见你 你爹去了 你进来便罢了 平白只顾和他那房里做甚么 却教那望八条细腻 春梅道 都是玉霄和他们 只顾还笑成一块 不肯进来 玉楼道 他三个如今还在那屋里 春梅道 都往大姐房里去了 玉楼道 等我瞧瞧去 那玉楼起身去了 良久 李平儿一回房 使秀春叫迎春去 至晚 西门庆来家 今年一五一时告诉西门庆 西门庆吩咐来兴儿 今后修放进李明来走动 自此断了陆耳 不敢上门 正是 习叫歌祭成家豪 每日闲庆弄锦槽 不是朱颜容易变 何由生价净天高 Δ Clap 终于